大家好,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学习HSK4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个词,实际 我们会介绍它的三种不同用法 首先,它可以用作名词,表示客观存在的事物 或情况,相当于英语里的reality 比如说,理想和实际总是有很大的距离 再比如说,你做计划之前应该先了解市场 这样做出来的计划才符合实际 其次,它可以用作形容词 表示真实的,现实的,相当于realistic 例如,你的想法很好,但是不太实际,不容易执行 再比如,它很注重保养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最后,它还可以用作副词,表示在真实的情况下 经常和上一起用 实际上,比较多用在转折意思的句子里 比如说,它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实际是行不通的 再比如,虽然他们已经离了婚 但实际上,他们还经常来往 好了,你学会了吗?来做一下练习吧 大家可以把答案写在评论区 谢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一次见